第三章 論監督當如何為人 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份 就是善慕善功 者說是可信的 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 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有節制、自首、端正 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 不因酒之事、不打人 只要溫和、不增敬、不貪財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兒女凡事端莊信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因能照管上帝的教會呢? 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裏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 恐怕被人毀傍 落在魔鬼的網羅裏 論執事當如何為人 作執事的也是如此 必須端莊、不一口兩竊 不好喝酒、不貪不義之財 要傳清潔的良心 固守真道的傲備 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 若沒有可責之處 然後叫他們作執事 女執事也是如此 必須端莊、不雪殘言 有節制、凡事忠心 執事只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 因為善作執事的 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並且在基督耶穌女的真道上 大有膽量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我只望快到你那裡去 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 倘若我擔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 當怎樣行 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大災敬虔的傲備 無人不以為言 就是上帝在肉身顯然 被聖靈清義 被天使漢見 被傳於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榮耀裡 從無人不相應 再次請回應 延遲 為兩位 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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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遲